影着霜 你的根紧握 这片土壤 追着浪 我的夜飘过 万里边江 要向往 暗的尽头是 地久天长 当相遇又别离 当相依又远去 我不曾忘记 剑影刀光 划破斑驳的天空 朵下的梦 破碎在风中 长风阔浪 看千帆恒毒丧 上天苍海 容装装飞烟 英国冰雪南凉 梦乐又怨一场 未愿你在身旁 不负春光 就算天天笑脸 陪你天涯中间 看阴火落双肩 黄尘不归不堪 等大臣容院 迫害总理 非人君之旗 崔大将军 崔大将军可是救够陛下的命 不负春光 我再找赌气网 陛下怎能兴受葡萄之事 除非毕生的见解 他怎能如此为君 他怎能如此为君 大臣容院 尤其是 殿下 殿下 你怎么了 殿下 殿下 老婆求求你能安定的 借来吧 殿下 殿下 御下怎么唱 殿下 你都没有逼借了 殿下 你借来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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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妨吧 殿下 殿下 殿下呀 你快起来吧 咱们在小环 心许就能转环了 殿下 起来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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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您了 您就起来吧 你有爱惜身子呀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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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停下停下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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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还不睡啊 我故意相信一些事情来了 什么事 没什么 桃子 你帮我去门口看看 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 他要是在的话 就说你想见他 请他进来吗 嗯 可现在这么晚了 雨优下得这么大 他若是不在呢 总觉得坐立不安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雨下得太大了 没事的 前些天 父亲是独自回来了 这些天 李妮没有遣人来过 自己也没有来 我看他呀 是不好意思来找的这儿 毕竟大将军是他追回来的 也是他 害得大将军和你被困在这府里 外面现在都围得像铁桶一样 咱们都还不能出去呢 我在想 不久之前 他曾经受了那么重的伤 这一次去追父亲 只怕往返不止千里 而且回来之后 别日也不曾休息过 桃子你是知道的 他这次内伤真的很严重 你还是帮我去看看 小贝将军在不在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总觉得要出事 你不要担心 我现在就去看 嗯 了 我现在就去看 你去看 那我先去看 那我先开个房子 啊 我先去看 我记得当初有个叫桃子的姑娘 擅长金针之术 殿下当时的伤就是多亏了她 如今要不还请她来 给殿下针灸 父亲 我就想桃子 好 殿下 不准告诉桃子 殿下 可是你现在已经 殿下 殿下 陛下已经允了你的请求 相信崔将军无罪 只是 只是 殿下 顾良帝求见 殿下 放心 不准备 听说殿下 从宫里出来 身子不适 还传了御医 所以我特意煮了碗汤 哦 殿下只是旧伤复发 不碍事 小裴将军 就让我进去看看殿下吧 我只把汤喂他喝了就走 可以吗 殿下说了 他今日身体有些乏累 不想见人 姑娘帝 还是早就回去安置吧 小裴将军 这里是东宫 我们小姐可是殿下的良帝 你拦着我们良帝 真的是殿下的意思吗 秋飞 多醉 小裴将军说了 殿下不愿意接人 那自然是殿下的意思 小裴将军 这丫头无礼 回去 我一定重重责罚她 哦 我也是 鬼娃姐 弓弓 哥 鬼娃姐 大海已经凉了 真难合 小姐 我不是说了吗 叫我梁娣 我是太子殿下的梁娣 以后 我还会是太子 小姐 这又是一连好几天了 小裴将军一直都不在 我托门外的禁军给他带话 他也一直不肯来 也不见他有一句半句的回话 你说 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给大将军定罪啊 不会的 李妮不会的 你都不喊他是七郎了 你是不是生气了 桃子姑娘 嫦儿也来了 但她未封诏不能进来 不如你和我出去 和她说几句话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事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阿姨 陛下和朝中群臣都觉得 崔大将军是清白的 陛下也答应了 让我娶你为太子妃 但是有个条件 解散崔家军 解散崔家军 你知不知道 我不能答应 你放心 崔家军结甲归天 并不会做好事好 如果朝廷觉得 崔家军人数太多 可以撤财不凡 但是不能解散崔家军 但是不能解散崔家军 你知不知道 崔家军是我阿爹的心血 是我崔家的命脉 是我崔家的命脉 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 那我宁可不嫁给你 不行 你必须要嫁给我做太子妃 不然我很难保全 你们妇女的性命 那你为什么要追阿爹回来呢 如果不是你去拦她 她现在已经回到营州了 如果她回到营州 我们妇女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龙叔鸟 真伤肉 任人宰割 更无需你说的 来保全我们妇女性命 阿姨 你还不明白吗 解散你们崔家军实在必行 若崔大将军真的回了营州 朝中对崔家军只会更为忌惮 到了那个时候 更是不得不兵容相亲 杰硕仍在忽视眈眈 如果解散了崔家军 叫我们营州百姓该如何 叫我们崔家军十万将士何去何从 朝廷就因忌惮我们崔家 这些就不管不顾了吗 朝中不只有崔家军能战 原来如此 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阿姨 我说过了 崔家军结甲归天 并不会做好善后 更不会委屈了将士 如此说来 倒是我们妇女别有用心 不顾全大局了吗 是 我知道你想保全所有 但是世上很多东西难以两全 我已经尽全力想要保住你和崔大将军 所以朝中才会答应 只要解散崔家军 你就可以做太子妃 那么崔大将军 就是我的岳父 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 一定要把阿爹逼到如此绝境 那我还是不嫁给你了吧 那我还是不嫁给你了吧 你去跟崔大将军说 看看他怎么选 解散崔家军 你做太子妃 你不做太子妃 也得解散崔家军 否则 崔大将军的性命 我保全不了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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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 我好看 眼珀 我都知道了 陪大将军亲自来过了 将好些话 都跟我说清楚了 阿殿 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我虽然跟李妮争了几句嘴 但是她对女儿 总会有一颗半颗的心软 要不过两天 过两天 我把她骗到府中来 以她为之 咱们父女 总是可以想到办法出托京城 远走高飞 不用了 阿殿 阿殿这一生和你阿娘一样 只是盼你好 你和她两情相悦 阿殿为什么要拆散你们呢 阿殿 那女儿宁可不嫁 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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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崔家军 号称定胜君 都是您带着崔家无数子弟 用血拼出来的 阿娘也是为了守城而死 崔家军 是您跟阿娘一辈子的骄傲 阿殿 阿殿 你才是我跟你阿娘 最大的骄傲 阿殿 我不要嫁人了 咱们远走高飞吧 傻孩子 阿殿老了 就算回来盈州 又能有几天安逸的日子可以过 本来 阿殿确实有替朝廷 踏平皆说的雄心 但是你看 李妮她是一个胸怀万钧之人 她比阿殿年轻 她也比阿殿做得更好 在她手里 朝廷必能击败皆说 你说阿殿 何必非要成为一块绊脚石 可是阿殿 可是阿殿 女儿心里不舍 阿殿何常舍的 本来 本来 阿殿 把爹打算把崔家军留给你 你愿意嫁人 这就是最好的假装 你不愿意嫁人 这辈子 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逍遥自责 如今 你要做太子妃了 这假装实在无用 返程阻碍 那就 十万大军 结交归田吧 就这样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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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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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便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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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